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在去年10月,对出口中国的AI晶片实施频宽速率限制,其中涉及挥达A100和H100晶片。 此后,挥达向中国企业提供替代版本A800和H800。 不过,美国政府10月下旬,更新了针对人工智慧、AI晶片的出口管制规定,计划阻止挥达等出口高效能、AI晶片。 根据最新的规则,挥达包括A800和H800在内的晶片,对中国出口都将受到影响。 新规将在向公众征求30天意见后生效。 受美国政府升级晶片出口管制影响,美股晶片板块大幅下跌。 其中,龙头挥达跌幅一度超过7%,AMD和英特尔跌幅也超过2%,台积电、ASML、高通等晶片巨头也不同程度下跌。 有分析师表示,相关新规是预料之中的。 虽然这些限制不会对挥达短期产生太大影响,但可能会削弱其长期前景。 业内知名分析师顾明基也认为,挥达将受到新禁令的负面影响。 顾明基还表示,英特尔可能是大赎家。 此外,如果AMD股价因新规大跌,则可能出现短线的买点,因为其主要客户以北美CSP服务平台商为主。 挥达表示,在拜登政府扩大对某些高阶产品基础的出口管制后,该公司可能被迫将部分业务迁出美国出口管制范围内的国家地区。 该芯片制造商还表示,新规定可能会影响其及时完成某些产品开发的能力,支持这些产品的现有客户,或向受影响地区以外的这些产品的客户供货。 挥达还回应称,他们遵守所有适用的法规,同时努力提供支持不同行业的数千种应用产品。 鉴于全球对他们产品的需求,他们预计新规短期内不会对他们的财务业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除了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销售晶片,应用材料公司、范林集团和KLA等晶片设备厂商也受牵连。 这是由于新措施扩大了向中国以外的另外40多个国家出口先进晶片的许可要求,并对中国以外的21个国家提出了晶片制造工具的许可要求,扩大了禁止进入这些国家的设备清单。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表示,新措施旨在读漏洞,并表示这些措施未来可能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他表示,新的限制只会影响一小部分对中国的晶片出口。 即使在这一规则更新之后,中国也将从美国进口数千亿美元的半导体。 此外,用于游戏机或手机等消费产品的晶片将不受出口管制。 雷蒙多还表示,美国限制的目标是阻止中国获得先进的半导体。 这些半导体可能会推动人工智慧的突破,特别是在军事用途方面。 美国增加了一项新措施,限制超过一定效能密度水平的晶片。 该措施的重点是在一定数量的晶片中可以容纳多少运算能力。 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这一规则旨在防止公司试图通过使用ChipLite技术来绕国队全晶片的限制。 即公司可以尝试将ChipLite的小晶片组合成违反规则的大型晶片。 这位官员补充说,美国希望监控所谓的灰色地带活动,但拒绝评论哪些具体参数的晶片将受到影响。 美国官员说,他们无意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顶级晶片最适合为人工智慧模型提供支持。 但这位官员表示,一整类稍微劣质的晶片也可以用于人工智慧和超级计算,从而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这次的新规则取消了通讯速度限制,并将重点放在运算效能上。 因而,这将导致灰达i800和H800晶片停止在中国市场销售。 更新后的规则还将影响英特尔人工智慧晶片Gordia。 高级政府官员还表示,如果数据中心晶片超过去年10月设定的效能预值, 或者超过以每平方毫米翻排数衡量的新效能密度预值基准, 美国将简单地限制数据中心晶片的出口。 而想要向中国或其他寄运地区出口人工智慧晶片的公司, 必须通知美国政府。 高级政府官员还表示,他们计划扩大受美国限制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清单。 荷兰曝光机制造商ASML对美国晶片限制新规发声明, 称将需要仔细评估任何潜在的影响, 但就公司当前业务而言, 是用该新规的涉及先进晶片制造的中国晶片厂商数量有限。 声明还表示, 美国晶片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在中长期内对公司系统销售的区域划分产生影响, 但预计不会对公司2023年的财务前景, 以及2025年和2030年的长期情景产生重大影响。 ASML强调, 将寻求美国进一步澄清这些新法规的范围。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则表示, 按收入计算, SIA成员产值占美国半导体行业的99%, 占非美国晶片公司的近三分之二。 他们正在评估更新的出口管制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影响。 他们认识到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并相信维持健康的美国半导体行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于广泛的单边制裁可能会损害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 而不会强化国家安全, 因为此举会鼓励海外客户转向其他地方。 因此, 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加强与盟友的协调, 以确保所有公司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根据将于30天后生效的扩大限制措施, 美国目前已将更广泛的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限制在更多国家地区, 并将中国晶片设计公司摩尔县城和碧任科技列入实体清单。 两家公司均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 其中, 碧任科技发声明称, 公司关注到美国商务部将碧任科技等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公司对美国商务部此举表示强烈反对, 将向美方有关政府部门积极申诉, 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进行审视。 碧任科技以智慧全球为愿景, 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并在此基础上始终合法依规经营。 公司正在评估此事件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做好应对工作, 并将与各方面积极沟通。 而摩尔县城则表示, 公司关注到美国商务部将摩尔县城列入实体清单的消息, 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摩尔县城自成立以来, 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 始终秉持合法、合规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 建立了完善的出口管制、 合规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指引。 摩尔县城方面表示, 目前公司正在与各方积极沟通, 对于该事项的影响正在评估。 总体来看, 美国宣布了新措施, 旨在加强限制并堵住去年10月宣布的一系列新规则中的漏洞。 这些规则旨在阻止美国高阶人工智慧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流入中国。 多家中国厂商表示, 已提前接到美国更新出口管制规定的通知, 由于包括挥达A800、H800晶片。 业内认为, 此次尽售意味着美方试图对中国算力发展做进一步遏制, 同时也对模型端发展有所限制, 因此中国国产、GPU厂商被寄予更多厚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